買這種停產車 總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對不對 李哥 對 因為我大部分買來都是 停產車 我一半以上都是 那這個應該說 你有興趣的時候 就要花一點功夫 它其實沒有太難 但是因為很多人 用車其實不太想花精神 就車就是A到B點 我交通工具 載小孩不要出拋錨 出去玩不要有狀況 然後賣二手的折價又好 那這就是一般的用車的方式 但是除了這個方式以外 因為生活很多種 用車的習性很多種 像金龜車就很符合大家收藏 所以一代的金龜 非常多人收藏 那二代的金龜也有人喜歡 它是應該說 縫低可以收藏的一個 便利的一個車型 好 那再回到說 它第一個它雖然停產 但是實際上在我們 應該說全球都有人 在養這個金龜車 所以各地有各地的方法 在台灣我們有一些 車友俱樂部 有群組 大家會互助 然後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鯊肉二手零件 可以買回來更換 再來是這些車子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些車子大概在停產二十年 歐洲車到二十年以後 就會沒有零件 這比較麻煩 但是台灣比較小 所以台灣這個零件庫存比較少 但在Ebay 在國外其實都有 這個時候就可能透過Ebay去買 所以說比較麻煩 但是因為有些車友會幫忙 或者是車友會一起買 因為大家時間差不多 你壞我也壞 不如我們 團購 對 我們一起買個三個 老師趕快加好友 還有我們講這個所謂的 常常講歐系車的環保材質 就是你的把手 你的一些摸耳道的部分案件 會黏手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很困擾 幾乎很多的歐洲車都有做這個東西 老師好像就遇到這狀況了嗎 你等一下看我的車就知道了 只要會黏手的 通通來去做冷烤器 對 對 台灣有一些技術 報復性消費 報復性消費 也不是因為那個廠商跟我很熟 免費給我靠 免費喔 原來是這樣 都有辦法解決啦 所以這就是 你在養這些停產車的時候 但經典車的時候 可以客服的方式 所以整體來說在台灣玩這些車子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大概做一下功課 加入社團 然後要臉書搜尋 大部分車友都會給予經驗 就是說因為它已經修過了 就告訴你怎麼修 對 這是一個便利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是保養 像詹老師 我看了他這台車很妙 是2008年只跑2萬公里 跑很少耶 那我就是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那2萬公里 是只有保養兩次嗎 對喔 對 那一年保養一次嘛 但是不是 其實保養車是這樣 有的是一年或一萬 那他12年他應該保養12次 他如果不一里程 他就是以年份 所以在買的時候 其實大概問一下在哪裡保養 保養的週期 那一般來講 這些車子大家都會看 就是說可能比較難保養 所以都有車主手冊 那我解釋一下 這是我提提的車主手冊 就有一個定時保養的建議 這個車子其實就是 3萬6萬9萬12萬 是一個週期 它都會有相關建議 你要做的事情 每6萬公里 大概要做哪些東西 但是因為這個 我覺得車子過了10年以後 大家就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就壞了再換 因為他這麼老了 那但是歐洲車的一個壞癖 就是說 你時間到就換 它會一直健康 不會有其他問題 但他就會比較花錢 你說這一車已經15年了 還要照這個照單全換 那大家都不願意 那就是因為 這樣的不願意跟不注意 會造成車齡比較高的歐洲車 它就會 你覺得好像常壞 是因為你沒有提前照標準做 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才說 你願意玩歐洲車 就是要花一點心思 照標準來做 它就會很健康 只是大概七到八成的人 都不會做這個事情 不過張老師買這台車 有一個好處 因為從二代金龜車之後 它有很多的零件 共用在所有 譜師其他車型 包括像Golf這些車 所以在引擎變速箱 這方面的話 反而不是那麼困難 因為車口數更多 但是一些比較特殊的零件 譬如說 比較難 燈 膠條 這個玻璃 可能它就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維修會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一般的 非原廠給我估 大保養大概要兩萬多塊 我不高興 我找原廠五萬多 蛤 他本來這樣看我了 後來看我五萬多 張老師 你慢走 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都在報復 報復性 養車 不是 因為你也知道 我也是小偉知名度 如果在路上拋錨的話 我怎麼下車 你不能這樣講 這樣子以後我們去保養 我們要兩萬 五萬 跟詹老師講一口 講一口 好 這種東西真的 你到外場 維修也是有一個問題對不對 對啊 其實像這種車 金龜車我經驗 有幾個通病 一個是它的這個引擎 到了年紀大 某個里程 它可能會開始掃機油 然後再來一個變速箱 可能我遇過蠻多 入檔之後 吹不進檔 或是過三秒之後才進檔 那通常變速箱都需要維修 不過那個是到了一定的 年紀跟一定的里程 那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車有 在整理這個車遇到 就是剛剛 艾迪哥提到一些 這個環保材質的問題 那環保材質 如果是表面的黏手 翻心 噴漆 其實都是好處理的 怕的是什麼 我經驗就遇過 那個門法一拉關門 啪 一個門碎成無數片 真的假的 對 那我們剛剛提到 可以去沙漏對不對 我跟你講沙漏廠的 也都是破的 是 對 一樣老 對 一樣老嘛 因為一樣老 所以某一些零件 可能在取得上面 會有一定的難度 對 然後 而且它碎成這個碎片 我們要把它拼湊 翻修也 真的沒那麼容易 還不如做一個 所以其實 對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 困擾 存在 所以不會困擾 我每次拉把手做 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我拉你一下 行行的 好 好 好 跟車 嗨 各位跨車小銀家們 看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 市價統統統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微微跨車大銀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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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